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APP节目 我是黄美宁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参加这个观光导览的活动 那有时候这种千篇一律的city tour 是不是让您觉得有一点乏味呢 如果说能够让对这个城市有最深刻的了解 有最多故事的人来担任您的导览员 会不会让你的城市探索更有收获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我们要来介绍 是由街友来担任导览员的街友计划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整个计划背后的推手 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主角 好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主角好了 强哥你好 你好 好那再来我们就来介绍我们台湾芒草新慈善协会的曾文琴小姐 曾小姐你好 你好 好那还有我们就是万华社福中心的社工员张献忠先生 你好 我想一开始还是先来请教一下这样子一个街友 就是上街的街然后游览的游 这样子的一个idea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先请文琴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伦敦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在商业周刊上面看到一篇报道 就是他报道伦敦当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导览活动 他们的导览员都是街友或者是曾经是街友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人在欧洲接下来就要去伦敦 我就想说啊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 那因为蛮好奇的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报名了参加他们的导览 然后参加过第一次之后 我就停不下来参加了他们 那时候他们有五条路线 我就走了其中的四条路线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他其实跟一般的导览不太一样 一般的导览大笨宗是一些很著名的景点之类的 对就是很智势啊 他们现在看到什么轮任铁桥之类的 对什么大笨宗啊 然后那个国会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其实带你去看的是 甚至连当地人都不太知道的地方 然后讲的是可能就并不是一个 在历史中比较强势的族群的故事 他可能是讲在这个历史中比较弱势族群的故事 或者是导览员会把自己 他自己本身在街头上生活的经验也会融合进去 所以就经过这个过程 其实你就会对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或是对于这一段曾经有过的弱势的历史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了解 然后同时也让我真的就是对这整个族群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那时候我才在想说 不知道这样子的活动能不能带回到台北 然后在台北这边也有办法进行这样子的导览 所以您那时候已经在芒草兴这边担任职工 没有耶 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单纯的上班族吗 我那个时候正在工作之间的空档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欧洲旅行了大约快三个月这样子 所以刚好这一块让你觉得心有所感 所以你就会想说 或许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模式能不能带回到台湾来 对 那是怎么样会跟我们这个 应该是张大哥这边搭上线吗 这个中间的这个因缘忌讳是怎么样 这就很有趣啊 就是我回来以后大概就是先恢复个两天 调下其差以后 那也很快马家编耶 对 我就跟 因为我刚好有朋友的朋友在大致 在The Big Issue做事情 然后我就约了我朋友跟那位陪友一起出来 然后经过一些讨论以后 那个在TBI工作的那位小姐 她就说我觉得有一个人对你应该会很有帮助 她就把线中的电话跟名字给了我 然后我就说嗯好 然后那天早上就打电话去给她 然后两个人那个一谈 一排集合 对对对 然后下午就立刻约 约了就在万华见面 然后就开始她带我到处走 接下来就她这边开始帮我介绍一些人啊 对就这样开始了 嗯哼 那张大哥我要谈一谈 就是过程当中你初次听到这个idea之后 有什么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雏形出来 你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idea吗 嗯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也有略有所闻啊 只是说我们因为人手关系 一直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啦 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工作 其实就是平常的生活照顾 嗯嗯嗯 大概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居住 或者他们的医疗 处理这些方面的事情 是 那处理这些方面事情 其实我们就已经 已经人养麻烦了 对人养麻烦了 对对对对 所以当那个文琦来跟我提这个时候 我当然觉得OK啊 没什么问题啊 嗯哼 只要有人愿意来协助 愿意来参与这个 这个街友这个议题的协助工作的话 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嗯哼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 哎这也很好啊 所以就 反正我们在那边待很久了嘛 街友认识啊 社区的人也认识啊 嗯哼 所以就把人招一招 然后就开始推动这个事情啊 这样子 张大哥说的好像 好像很简单 其实我想应该 中间也有遇到一些困难 跟这个障碍需要突破 因为我们看一般的 我们就算要去当导游好了 老实说我们也要上一些课吧 不是说我自己高兴 讲什么就讲什么 就是说 呃 可能需要一些梗啊 能够吸引人 当然他们本身的 故事已经是够 吸引人的了 但是我想 这个技巧 或是导览的这个 呃 方法上面 应该还是有一些需要 调整的地方 那在这个部分 整个课程的设计 或者说 整个这个安排 是怎么样一个信息的方式 呃 这边的话 其实 一开始 我觉得我是比较那种 因为 不知道 对 不知道轻重 所以一开始都 想得很简单 嗯 就是把我自己 想说 如果我要变成一个导览员 我觉得我应该只要两个礼拜 做一个完整的准备 我就可以了 可是其实 呃 一开始可能错估了很多事情 例如说 其实 你要跟 这 跟这些大哥们 接触 其实要先建立 那个信任感 对 要有信任感 然后当然是 可能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知道 导览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 还好 就是 呃 其实在社区中 也有很多伙伴 他们 对这方面的 呃 议题也是有兴趣的 所以后来像 万华社大这边 就有 有一个那个 呃 算是导览的课程 然后请了两位老师 就是保月老师 跟鸭子老师 来当我们的老师 然后 跟这些大哥大姐们 嗯 然后我们还有 小天使 然后一起进去上那个课 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一开始慢慢先建立起 那个互信 就是大家都彼此对对方 有一些了解 之后才有办法慢慢 就是他们从老师的 上课过程知道 呃 什么样叫做导览 然后导览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然后甚至是地方的一些 呃文史典故 嗯 对 这些都要去了解 对 因为万华 我们刚刚开始忘了讲 就是现在我们 呃 整个街邮计划的一个 区域 主要还是在万华这个地方嘛 呃 对 目前还是 好 因为美宁也是万华人 所以对这个地方也是 相当的有情感 那提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要那个 切入我们的主角强哥 强哥啊 当初就是说是张大哥 宪宗这边 有跟您接触 然后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想法 第一时间听到你有什么 很有兴趣吗 还是觉得 啊这是在并行 关于这一点 我如果说 讲心里话 就是说 嗯 因为我这条命啊 是 社会中心 也就是 社会旧的 嗯 第二点呢 也是 我是张先生的个案 嗯 他等我身体 出院 中心医院出院以后 他又给我安排这个 以公代证的方案 嗯 就是在 万华的社区 做打扫的工作 所以记忆这两点 嗯 记忆这两点 他那时候张先生告诉我 要不要 嗯 我说我当然没有问题 就算我不懂 一口答应 就是 因为这是等于一个 比如说 讲一句比较 直接的就是说 等于一个 报恩的机会 哒哒都笑了 那张哥你这样 会不会太沉重 不不不不 我不觉得 因为 因为真的 社会局 嗯 对我来讲 真的就 就 主要就 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 救命之恩 嗯 然后就是 再来给我安排工作 嗯 让我能够恢复正常人 嗯 虽然说 只有15k左右 嗯 可最起码就 恢复正常人 不用在 流浪街头 不用睡公园 不用睡火车站 嗯 能够稍微 恢复 正常人那种的 差不多 一半的水平 嗯 所以强哥 您在万华 有多久时间 嗯 也是从 张先生 社会中心 张先生 他们给我安排 打扫了工作以后 我才住万华 哦 这样子 才住万华 所以之前 可能就是在 其他的地方 比较没有固定的 后来是因为 身体 生病吗 还是 不是 因为那时候 呃 我是96年底 才 成了街友啦 嗯 因为大陆生意失败 大陆生意失败 回来台湾以后 想要翻身 也翻 翻不起来 然后就 坐吃山空 对不对 最主要是 自暴自弃 嗯 想要找工作 因为过去啊 从 高中二年级就 写坏了 就在跟 跟着一些 黑社会的人 嗯 混在一起 一直到90年 前后这 三十几年 就关了 23年多了 哦 我二十三年多 90年出来 初一以后 嗯 就 除了钱以后 就到 大陆做生意嘛 生意失败 当然就回来 嗯 回来 想要找工作 真的找不到啦 因为主要 不要说什么 就业辅导中心啊 还是什么 嗯 只要说 知道有前科 那就不要你了 嗯 就是 以前 奋这个黑社会的 嗯 会证 要重新开始 是比较困难 嗯 很难 所以说 后来就是 呃 曾小姐跟张大哥 有这样的一个构想 你就 好 我来参加吧 哈哈哈哈 我是不知道 如果我能够转型成功 嗯 是不是 可以给 同样是街友的 嗯 那台湾 街友很多嘛 而且越来越多 同样是街友 说是不是 也给他们一个 一个 那个想法就是说 哎 那个人 他可以 那个阿强 他可以转型成功 或许他自己 也可以做 嗯 想要给他们 大家有一个希望 嗯 不要说 迷迷糊糊 这样就一直在让 在当街友 一直在浪费 这个社会资源 那像张大哥 呃 开始就是 他算是 第一代的 学员 那他这样子 就是上这个课的话 大概的课程内容 哪些大概上 需要多久的时间 来做一个培训 那个 嗯 第一期的培训 大概从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采用一种 呃 就是让他们来走 带我们的方式 那时候我挑了几位 先开放式的 这样子 对对对 一开始其实是开放式的 那时候其实我就挑了几位 觉得非常有前职的 真的 对啊 有故事有前职 对有故事有前职 对待机又熟悉的 嗯嗯 然后生活状况 就是很早 就是比较不好的 然后的街友这样子 那当时找了好几位嘛 那其实他有带着我们 到处去走嘛 其实阿强那个时候 就已经参与 那时候应该是去年的 六月还七月的时候 那已经一年多了 对那时候就有 而且阿强很妙 他一开始哦 所有的人里面 第一开始 拒绝就是他 对 第一开始说 不想参加的就是他 是哦 对对这是真实的 那其他人可能爱于面子 觉得阿强看到我们面子 好吧还是来一下 还是来一下带一下这样子 我想要补个八卦 好 完了今天强哥一直被围剿 对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 真的很先卸忠大哥 要不是他不会那么多人会过来 愿意跟我聊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跟强哥聊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是这种很低调 然后因为第一个场合就是有很多人在的场合 后来我就分别跟每一位大哥都有约时间 对那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县中带着强哥出现 然后我跟我其中几位那时候有一起帮忙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就说 其实他也不知道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 那我们就先去找一个地方坐 我们就跑去喝两汤 然后一坐下他就说 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想来的 要不是那个老大说他会来 不知道他不会来 然后我就说 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想来 他就说 我以前没有跟两家妇女讲过话 然后我就说 哈 两家妇女 然后我就想说 嗯要让气氛轻松一点 所以我一定要讲说 我也没有那么好 只好说自己不是两家妇 没有我就说 嗯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敲过客 然后我旁边的朋友就说 哦好坏呀 还要帮腔一下就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强哥他是比较内练一点 对对看得出来 对后来真的就是 整个爆发 对 那强哥要不要说一说 就是你参加的这个 课以后 后来您就是有开始 就是可能带一群 比如说社工或志工去 学这个万家 觉得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万华猛家的哪些地方 因为在上那个社大课的时候 老师给我的功课 哦有功课 我的部分啊 有四个同学嘛 我的部分是 就是万华第七的 一向找人家 不要说找人家 还是说受人忽视 比较没有去看到的地方 对 比如说第一就是老人多 蒙甲公园那个你看 蒙甲公园 对对 老人多 然后就是街有多 第三就是情色文化嘛 就是乌州街啊 广州街啊 那一个七块 你看 所以我的功课是 这一点 哦所以你 他有交代你功课 去研究这三个就对了 对 所以我就 别人的课我就 比较没有 那另外那三个同学 他们的课 我就比较没有兴趣 我就专攻我自己的功课 甚至 甚至受到老师还误会说 好像我都不听话 哦真的 所以我就跟我们老大讲 我说我不是不听话 我说因为我的功课 那个部分啊 我就专攻这个就好 嗯嗯嗯 我不想分心啊 哦 其实我是求好心切的 是 因为今天有这种机会啊 有这个转型的机会 我当然不想放过 嗯嗯嗯 因为以前 因为我 从 呃呃 我当了街友以后 嗯嗯 就像我刚刚 曾经强调的就是说 我找工作都找不到啊 因为以前 黑社会 黑道这个 后遗症 嗯 所以我很 有这种机会 我很珍惜啊 嗯嗯 当然一开始 我为什么说 啊 不要 不太 不想为什么 因为想说 我行吗 我行吗 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 自己以前的那种 那种 生活牵制 跟正常人是完全不一样 嗯 就像刚刚 曾小姐 文群他讲的 他说 没有接触过两家父母 事实上就这样 因为我以前 黑社会那种生活牵制 就是 会接触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 遗漏藏手的 对对 就等于社群行业的 女孩子 不要说 几个啦 就死几个 我也不怕 对不对 舞厅啦 酒家啦 对不对 club什么什么 卡巴雷 我也不怕 因为 习惯嘛 嗯嗯嗯 因为经常跟他们接触嘛 嗯 反而看到两家父女 两家的女孩子 一种感觉是什么 就像 不要跟他 讲话 这一点会有自卑感 就自己会觉得 好像比他 矮了一截这样 而且呢 最主要就是说 可是碰到两家父女 我就 会紧张 真的很紧张 感觉现在常哥 也有点紧张 等一下 现在应该没那么紧张 好 刚刚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 强哥也谈到了 他怎么样去 加入这样子的 一个行列 然后他一直很 很心急的 想要去 让自己当一个 好学生 好 那我们先休息片刻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 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听听看 强哥在加入 这样一个 街游计划之后 他觉得自己 有什么样的改变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 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 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即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如果错过了当天 播出的精彩内容 也没关系 我们将早安台湾 两岸ING台湾APP节目 保留在YouTube网站 只要搜寻RTI 央广精选节目 就能够随时重温 节目精华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 台湾芒草心慈善协会的 曾问琴小姐 还有万华社福中心的 社工员张行中先生 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街游的这个主角强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刚也提到强哥 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 街游的计划 强哥请问一下 参与了这个计划以后到现在 你觉得你自己 有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参加这个 导览课之前 真的是电视儿童 我的生活牵手很小 生活牵手很小 第一 因为这个已公带阵方案 能够帮助我们的 也是差不多一般 一般正常人来讲 是差不多一半 对 15K 对 其实不多 对 坦白讲 所以 就我个人来讲 我就 物质上面 我就说 那我当电视儿童 又可以省钱 对不对 我就不用再去 会像 会像以前那样 胡思乱想 对不对 因为参加这个课以后 我就看到 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两个字 希望 虽然说 那一记成于什么 那浪子回头 金不换 为什么金不换 应该是表示说 那是很 很珍贵 在另外一个 一个面来说 也就是说 想要回头这条路 很坎坷 不是 很平顺 一条路的很平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这种心理整备 只要有这个机会 我就走 总不能 一直当街友 因为街友这个标签 虽然说 我现在是以公代证 对不对 可是街友这个标签 我还是贴在我的 偶头 如果我用心的话 就有机会 把街友这个标签 拿掉 所以我是抱着这种 因为以前那种生活签子是 在一般正常人来讲 是不正常 要办法想象 是不正常的 所以现在能够接触到 真正的 正常 正常的人情 一开始是不习惯 真的 所以我一开始 我没有信心 会很封闭 会害羞 会 每次都很紧张 然后呢 慢慢下来 我知道说 其实 不要说 有关的 这些长官 他们的关心 对不对 甚至呢 来 参加 我的导览 的课 我都感激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包容心 他们才会来 他们不会排斥我 他们才会来 我自己就慢慢 建立信心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说你 金钱上面的给予 当然也是一个部分 经济上面 稍微能够自立 当然是一部分 可是要怎么样 再度的 融入这样一个社会 然后跟这个社会 建立连接跟接触 其实我觉得 对他们来讲 应该是更大的一个收获 我可以补充我的观察 他的教练 不是要吐槽吧 他刚刚讲一个恢复 就是说比较有信心 这倒是真的 我记得第一次 我带他去台大课堂 做分享的时候 他晚上就拟了一个 一份热热长的稿 你知道 很长的一份稿 是他的导览稿吗 不是不是 就是他要去做分享 对对对 那时候他还没开始 正式做导览 上去 还在上课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没有 到大学的课堂 去做 皆有生活经验的分享 对 然后去的时候 其实到几面之后 他就开始 就是很紧张就对了 然后紧张到最后 他跟我讲说 可不可以念稿 就是说 其实他当时没有 那么样的 面对群众的时候 面对民众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大的 那个信心 可是到现在 他这个东西 已经最后不是问题了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 这个已经都不是问题了 他现在可以 可以那个 非常大方坦坦而谈的状态 可以 就是我观察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那个信心的重新建立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就是说 他怎么去面对 他的以前的过去 因为以前不愿意谈 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些事情 可是他现在过程里面 他并不忌讳这些事情了 比如说他其实开始 面对这些事情 这是以前的事嘛 总是要面对的 面对之后才可能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真的 那文晴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有几位像强哥这样子的 好朋友来担任我们 这个导览员的工作 我们现在总共有四位 正在培训的 然后其实我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讲了 第一期的授训的部分 然后后来第二期授训 其实是 济南大学的徐明熊教授 这边帮忙的 他们其实就 比较focus在 就是说发掘他们自己 内心的故事 让他们比较勇于 讲出自己的故事 然后帮他们做 他们人生经历的重新整理 那我觉得这个阶段 其实对他们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 就像刚才 先从大家讲 就是你必须要能够 面对 你才有办法放下 然后走出来 那我觉得这在 我自己之前的观察 因为那时候 我也要做这个 我后来一次 有跟伦敦那边的人 都有联络嘛 然后我也看了 他们一些纪录片 或什么的 那其实在那边的 到来源也是 有很多像 这样子会说出这样 就是说 这是帮助我 重新建立信心 因为其实 这些人愿意听我 开开而谈 那其实代表说 其实我 我真的是 能够讲出一些 什么东西 是能够让这些人 愿意听我说 所以其实可以慢慢 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而且其实其中有一个 导来源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那在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一段话 他就是说 其实就算你给 街友们房子住 也不代表就是 他们已经不是街友了 对 因为就算你坐在房间里面 然后四面都有墙壁 然后你有一个 可以 可以 关系的地方 可是你在心里 因为人都是群体的动物 你还是需要 跟别人 要有连接 但是你 因为你曾经 变成街友之后 那你不太可能 再回去找你 过去的朋友 因为他们也不想 再见到你了 他们也 不想跟你有什么连接 所以最后 你还是 会 会要回到街头上 去找那些 在街头上认识的人 所以最后 其实像 有很多的 例子 就是这样子之后 就算安置了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回去了 所以 我觉得在街友这方面 其实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 你可以了解说 其实街友 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般人 他们其实 并没有像 一般的报道所说 就是 我就是 想要当街友 所以才变街友 其实很多的故事 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 我们在看待 这样子的族群 他们其实 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或者甚至说 其实我只要哪天 运气很不好 其实我最后 可能会变成街友了 所以我们在面对 这样子的族群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说 多有一点宽容的心 那他们 就是我们可以 给他们多一些的机会 因为其实 真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才能够把 大家都 聚在一起 所以我想 就像刚刚文琴 提到的 我觉得人的故事 像街友们的故事 有白白中 没有人会自愿 就是让自己 成为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说 这样一个街友的计划 我觉得 与其说是一个 金钱上面的给予 我觉得倒不如说 也不能说是治疗的过程 应该说是一个 让他们回到社会 跟人群 有更多接触 然后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重新审视自己 跟社会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连结吧 我想补充一下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个更大的意义 其实是对一般人 因为其实像 我在去那个导览活动之前 我之前完全对 街友没有接触 那我可能对街友 一般的印象可能是 好像里面很多人 是自己天性爱好自由 所以就是在外面流浪 可是就是 我真的实际去听过 他们的故事以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对他们的了解 有这么多的错误的地方 就是我可能的 对他们的想法 都是一个很单纯的标签化 但是其实他们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也会让我 更加去反省说 我是不是在 对于某些弱势族群的时候 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对他们标签化了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让大家 认识他们的一个机会 对 所以这个我们刚谈的是 对他们的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 可是反过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 审视自己 我们到底 就是对他们的那一种想法 或是说 或是怎么去看待他们 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反思的一个机会了 对 或是甚至对 很多的弱势族群 其实他们可能 都有各自被各自标签化的问题 对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尽量 就是用同理心 或是什么 去看待这些人 也许他们并不是 外面所贴的标签的 那样子的族群 这样子 先用大哥 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课程里面 还有小天使 这个小天使是做什么 我很好奇 这个其实就是陪读的 陪公子读书 为什么要安排那个小天使 其实它是两个 其他有一些方案 凑在一起 那其实我相信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小天使也不知道 他到底可以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我觉得 可是后来从在观察之后 发现 道士它有个作用 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就有了观察 如果是走 如果这个班 或这个课程 以前我们在经验都是 如果这个都是 同质性很高的街友的时候 哇 这个课程可能会上不下去 因为他们会互相吐槽 哦真的哦 对对 基本上都是互相吐槽 不会互相肯定的 所以小天使是暗装的对 对 然后小天使在里面的 那个表现 其实小天使 他们跟 就是对他们会比较支持 会在课程里面支持他们 然后给他们鼓励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向 这也是其实 这个是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其实史料未及 我觉得真正一个 最大效果在这个地方 不然他们没有办法 那个第一期的课程可能中途就挂掉了 嗯哼 我觉得这个支持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哼 那其实就是 嗯哼 不需要把他们特异化全部都集中 就是说全部都是 就是只有在一起上课 他其实跟其他人一起在上课 要穿插这样子 对这样其实是会比较好一点点的 嗯哼 对我觉得感觉上 也比较不会 好像就是同知性或者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都一样了 反正就是大家都一样了 反正重点就是 他们鼻子在外面流浪 谁都不服谁啦 哈哈哈哈 我讲句实在话啦 原来有这样子 都是这个样子 唱歌一直点头耶 对啊 所以你讲一个话 你讲一个道理出来 下面就有人开始给你吐槽 然后就像胡乱啊 干嘛干嘛 这样子其实是不良的影响 对 那可是有另外一个 用另外的角度 去观察 然后去给他们支持 他们的论点 支持他们的 然后肯定他们的学习 这个其实是会驱使 他们一直往前进 对 所以像课程圣记也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那个无心插流造成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算是一种润滑剂就是了 好妙 所以还真的叫做小天使 所以刚刚除了强哥提到的 他这个导览的这个部分之外 那刚刚文青也提到 就是还有其他的路线嘛 可不可以也简单的说明一下 还有哪一些这个什么 比如说文石古迹 师旅之类的 因为就像刚刚讲 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导览员 都要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都要他们自己人生的故事 像我们有一位导览员 他自己以前是做建筑的 然后都专门包工程 然后他是爬电塔的 所以他很喜欢建筑物 所以像第一期老师讲很多 当地的一些文史历史啊 然后建筑的特色什么 他在那边他就非常的有兴趣 那他现在自己在发展的路线呢 也是比较偏跟建筑历史相关的 他就会放比较多的focus在那个部分 所以各有所长了 像长哥也有他的这个强项在这边 那最后想请教就是说 像刚刚文青一开始也有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idea是 从你到英国的时候去 就是去发现的去发掘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像英国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已经算是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概念 算是蛮成功的 那你觉得说说 他成功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那可能台湾方面还有哪一些 可以再加强的部分 我觉得他的成功关键就是 他们很与众不同嘛 因为其实我在伦敦当地 我也有参加一些别的walking tour 因为我在伦敦待蛮久一段时间 那他们就是他们真的 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你听的不再是一些 国王王后贵族将军的故事 你听的是就是一般小人物 或者曾经是一个历史 某一个历史的弱势族群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有那个差异系有区别性存在 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而且其实像现在这一个 让街友来到来的这个 其实已经在世界各地 都慢慢都出现 像最近其实我有被邀请参加 一个那个Facebook上面的group 里面的人就是在每个城市 他们在organize那个 homeless tour的 国外的吗 对对就是有伦敦 然后捷克巴塞隆纳 然后现在有一个希腊的 也快要开始了 嗯嗯对 蛮特别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 亚洲第一 亚洲第一 张大哥要来说说 您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的 一个感想 您算是也是其中的这个 灵魂人物 其实哦那个 他们其实做事情都差不多了 他们如果要能够出现 就是说能够在表现得比较好的话 其实他们自己要做足功课 他们这些功课其实是 我们其实站在的角度 其实在旁边而已嘛 我们是辅导的角色嘛 辅助的角色 现在变经纪人了 对 有点像 是这样的角色在对待他们 在看待他们的时候 一切事情其实以他们为主 我们其实站在旁边而已 像比如说像强哥他本身 他的内容里面 几乎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出 他自己 他自己自己自己的内容 然后 梗也是他自己铺的 那我们呢 我们做什么 我们只是其实帮他要讲的东西 帮他重新再给他 用一点比较 让他可以更简洁 更清楚的去表现 是跟他这样子讲 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应该站哪个位置会比较好 就在这个部分帮他做一些 做一些安排 就是细部技巧方面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他自己 那我就怎么说 那个功课非常重要 他其实是因为他花很多时间 做这个功课 他其实每次要 刚开始的时候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每次要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都会先到图书馆去 因为他没有空间 他到图书馆去写稿 好认真哦 然后写了之后 把它背下来 可是这个背的过程里面 变成他最大的障碍 因为他其实他很认真 他求好心切 所以他努力的去把它背下来 可是背下来之后 就变得李李朗朗 非常的生硬 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不要背下来 这些东西就丢掉 丢掉丢掉丢掉 丢掉之后 他就越来越成熟 他现在其实他已经 他本来很多的那个专业老师 都叫他说 你其实可以当 拿个那个小的那个字卡 做提示 对 keyword的提示 对 就好了 可是他那天去做考评的时候 他就赵老师讲 做了一个大纲的提示 可是他完全没拿出来用 对 然后后来其实他现在已经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需要 其实他花很多时间去 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非常看重这个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比如说他对某一个区域 特别的想要深入了解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 花街 这部分 他没有钱消费 可是他有朋友 对不对 问一下朋友的经验 对 叫朋友带他去 然后去了解一下那部分 那像街友的 叫万华部分街友 以前的街友的生活样态 以前龙山市 还有对面的公园的生活样态 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去找了那个当地 在里面住了很久的那个街友 出来帮我们 专我们的导师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他不是说一开始 不是一触可击的 他还是花很多很多时间去 去搜集资料 然后去整理 那目前现在的表现看起来 其实现在每一场 大部分的观众评价都还不错 现在看起来 大部分的观众 听众评价都不错 所以你们也可以来 应该不会让你们失望 强哥 上了这几堂课 然后做了几项 导览以后下来 有没有觉得 好像以前念书也没这么认真过 会不会觉得很累 但是心里觉得很有收获 本来 听安音讲 本来刚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 真的是有压力 因为我都会经常想起 一句诚意 反正你们这个 像你们这个样子 朽木不可雕 就是你要证明给他们看 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只是想要证明给 讲一句比较直接的 就是说 社会级 社会中心 还有寿工研 张先生他们 对不对 他们那么 非亲非故 对不对 为什么要帮助你 要关心你 还有受气大的 老师 助理 对 我是抱着这种心态 所以我想说 不要说朽木不可雕 有一句闽南话叫什么 搞不好有一天 那个朽木会 长出那个 什么 香菇 我以为说要领枝 现在已经变领枝 变领枝 升级了 升级了 这是一位阿比亚老师讲的 他说不要管人家什么 什么朽木不可雕 对对 你就存着这种心说 所以我用心学习 对不对 用心学习 而且最主要说 你自己抱着感恩的心 你总有机会 转型成功的话 你就不会再浪费 社会资源 把那些资源 留给针对需要的人 对不对 能够助力更生 那最好的 要不然已经六十多岁了 还有什么 看不透的 看透了 以前那种 红花血液 什么 灯光酒粒 看多了 吃香喝辣也吃多了 所以反正现在 只要是保持一个 自己 能够让自己说 在马路上走 什么什么 管别人怎么看法 怎么眼光看 你戴不戴颜色 都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自己 自力更生了 对不对 这是最主要的 谢谢 很棒的一个分享 好我想在城市里面 到底谁对这个城市 最了解 当然就是住在这个城市 住在街头的朋友们 当然我想就像 强哥文青 还有加达哥提到的 他们现在开始 已经不再是 我们想象中那样 可能睡在公园的长凳 或者是说 必须要完全靠着 政府的捐助 或是靠着 慈善团体的捐助 来生活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自立 而且开始走向社会 走入人群 也建立起自己对社会的 生活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进化 好那这个进化 应该也快要上路 对不对 好那么也预祝 这个计划能够 非常的成功 好今天非常谢谢文青 张大哥 还有强哥 聊到几个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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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